欢迎收看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我们录制这个有熊老师陪你教数学呢 不只是要教大家数学而已 还希望可以帮助这个家长或者是想要当家教的大学生 或者是学校的老师 我们分享教学经验来陪你们教学生数学 当然也非常鼓励学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自己教自己还可以去教别人 那我们在前面的几堂课里面呢 其实带大家使用过几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等差数列 不再只是首相加一个公差加一个公差加一个公差加几个公差 当然我们也去做这样子的练习 但是我们有说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等差数列视为是A1和D的二元一次方程式 我们可以把等差数列视为是一种 Y等于F of n的一种线习函数 第N的值带进去就会求出一个Y 就好像你给我一个N的值带进去就会求出一个AN 这样子的概念 它是现行函数里面的整数 X为整数的时候的点 那我们今天在教大家用另外一个方式 让大家可以更容易的从现实问题里面捕捉到 我们要如何使用等差数列 因为我们在学等差数列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太习惯就是题目有给N 那事实上现实的问题中N不见得是昭然若阶的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楼梯有100阶 小明踏上第一阶的时候 小华就在第100阶 那当小明没往上走两阶 小华就向下走一阶 请问两人会在第几阶相遇 这样子的问题 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们会来留意到 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当N呢 我们现在有两组变数在变 小明 1 3 5 7 他是不是一次走两阶 小明没往上走两阶 小华向下走一阶 那所以小明一次走两阶 走两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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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华就从 掉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去看待他 我们可以用两个角度来去看待他 怎么样的角度呢 第一个 我们去寻找有单位变化的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可以把固定掉1的小华当成是我的数列 当成是我的数列 反正你就一直走嘛 那小华是不是从100一路一直走走到最后就会走到1 那走到1的时候小明不知道会走到多少 对不对 他理论上他会走到100多阶 对 虽然楼梯只有100阶 但是无所谓 我们就假设他可以走上去 那我们就把固定差异的一个 所以在这里介绍的这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有两个双 我们有双变数 我们有两个变数一起在变 我们把其中固定差异的 也就是固定有这个单位变化 这个呢 做N 我们把小华的 小华走的位置做N 于是我们就知道A100是1 A99是3 所以其实D是-2 对不对 D是-2 那D是-2的话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问说 两人会在第几阶相遇吗 两人会在第几阶相遇 也就是相遇的那一阶 小华走的阶数跟小明走的那个阶数会一样 也就是说AN要等于N的时候 这是什么时候 那 A100是1 然后D是N 那所以其实算一下这个A1 你也可以把A1算出来 那我们来算一下 A1的话是A100-99个D -189 所以是-187 195 198-197 这样也可以 又或者是我们不一定要用到D 我们把它从100去算 这个AN 是A100-N 加上A1加上N-100个D 我们没有做过这种就是N比M小的 但是其实一样是可以的 一样是可以的 这个来写一下 A74A3加4D 那所以其实A34A7怎么样 加3-7个D 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AN 虽然我们知道它比100小 那但是就是这个AN它会是 A100和N-100个D所属成的 结果这个东西会是N 然后A100是1嘛 所以N-100个-2是 1-过来是N-1 我为什么要这样 来把它拆开来 -2N加200是N-1啦 于是3N等于201N等于 N等于67 所以小孩在第67节的时候 小明也在第67节 这样就解出来了 好 这是第一个方式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就是这一句 这个 我们遇到双变数 同时两个东西都在变的时候 我们可以挑这个固定差异的作恩 请把它写在你的笔记本上 或者我们可以怎么做 如果我双变数像这一题 这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实我如果今天 我的题目出的是 如果说是小鸣没往上走一阶 小鸣就向下降两阶 那这个问题会更好 你会更容易捕捉到谁是恩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的小鸣 是1234 那我的小鸣 是199998 哦不对 我要让他降两阶 是1989694 那你就会更容易捕捉到说 我就用小鸣走的阶数来当分就好 但是那这一题不是 那如果不是的话 除了我们刚才的说法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这么做 就是 另外给一个 这个计较顺序的 这个计较顺序的 也就是说 你看我们来看我们的原题 这个计较顺序的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另外给一个恩 那于是呢 我现在就不是 我们刚才是 我们刚才是 恩与 恩的关系嘛 现在就不是恩与 恩的关系了 现在恩是1234 那小鸣就叫做这个 鸣恩 数列鸣 第一项就是鸣1 第二项就是鸣2 小鸣就是华恩 那于是就是 题目就问说 他们两个什么时候 会在同一阶遇到 那就是说 当恩相同的时候 结果明恩又等于华恩的 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在同一阶遇到 所以呢 明恩等于华恩 那明恩是首相1公差2 所以明恩是1加 主相100公差-1 对不对 对不对 于是把他ех rooted allem中 所以这里是1加2n-2 会等于 100カ 100几n加1 于是一个过去 第三個N會等於 這邊負1過來加1 102 N會等於34 可以嗎 N會等於34 那N等於34不代表是在第34階喔 因為不要忘記了 明恩其實是 所以這個時候 明恩跟華恩 都會是這個1加上33乘2是66 所以是67 可以嗎 67 來看一下 這樣有懂嗎 所以說當我們遇到一個現實的問題出來的時候 他不會自己告訴你 第一個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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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什麼什麼什麼 不會 那你沒有N 沒有N怎麼辦 自己去生產 製造N的兩個方法 我們剛剛介紹第一個方法是 你有兩個變數一起在變動 我把其中有固定差異的那一個 如果我有的話 我就把其中固定差異的那個當成是N 這是一個做法 如果我沒有的話 我可以乾脆自己 或者說我不喜歡 我就乾脆自己設另外一組N 1234標號 那這個是兩個不一樣的係數 這是AN 這是BN 他們兩個都是等差數列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用來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上一次有作業 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驚嚇第一個颱風 在海面上等速前進 24日1點的時候在-113 4點的時候在62 請問13點的時候在哪裡 來畫一下 雖然我們還沒有交等速度直線運動 不過我們大致上可以來想像一下 -1131點 4點在62 下午1點會跑去哪裡 快跑去哪裡 快跑去哪裡 那這個問題其實跟剛才的有點類似 就是說 如果今天我是在一條速線上就會更清楚 你看我們今天的問題假如說 我這個颱風沿著這條直線前進 我說1點的時候在-1 4點的時候在6 那13 下午1點 13點就是1點 這是4點 那請問我13點的時候在哪裡 那你就會知道說 所以這就是等差數列A1-1 A4-4-6 那所以A13是多少 可是因為現在變成平面的人 那你就會有一點不知道該如何是 好 其實的做法就是跟我們剛才一樣 在這個問題裡面其實有三個變數 除了我們看到的座標有X跟Y以外 還有一個是時間 對不對 1點 4點 13點 所以時間 看 不用T 1的話 X-1 Y是 13 然後它4的時候 X是6 Y是2 它是等速度直線的前進 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變化 X是增加固定量 Y也是增加固定量 所以它的這個X 我們寫這個AM 所以我們就寫XT T就是它的N 那XT跟這個YT各自都是等差數列 所以X1是-3 X4是6 Y1是13 X1是-1 Y1是13 Y4是2 這樣子 那於是要去求X13和Y13 這樣 那我們就其實就去求出來就好了 所以我們會發現其實 X的話 三個公差是7 三個公差是7 從4到13要再加9個公差 所以是再加21 所以是到27 可以嗎 那Y的話呢 三個公差是-11 -11 那所以 9個公差的話是-33 所以會跑去-31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27和-31 這是上次這一題作業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怎麼算呢 那順便解一下上面這一小題 A24更號3加1 A341-3 看起來好像很難 其實也沒有很難 這個D就是 A3-A2 1-√3-√3-√1 所以是 -2-√3 其實仔細想想怎麼樣 1加√3再-2個√3 所以A17呢 也就是把A3再去補上14個D 每個D是-2-√3 所以他會-28個√3 所以他是1-29個√3 會很難嗎 其實也不會很難吧 好 來練習一下我們剛才所講的 這個雙變數的概念思考這個問題 公路的左側用相等間隔種一排木棉 右側也用相等間隔種了一排安數 那小明被爸爸用機車載回家 一路去數 安數跟木棉的間隔是會不一樣的 但是他們各自自己的間隔是一樣的 這樣子 但是他們 他們這兩排的間隔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這是公路 那可能安數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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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木棉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之類的 各自有自己的相等的間隔 但是兩個間隔不一樣 小明被爸爸用機車載回家的時候 一路去數 如果他數到第6顆木棉 右手邊正好也有第17顆安數 就是這個時候木棉跟安數 剛好在同一個位置上被他數到了 接著他數到第37顆安數的時候 左手邊右剛好是第14顆的木棉 那麼請問當小明左右兩邊都有數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安數的編號正好會是木棉的三倍 為什麼 想一想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剛才的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用剛才我們教了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說我們去取其中一個再變化的數值來當N 另外一個是AN 比如說 比如說我取木棉當N 木棉是6的時候安數是17 那木棉是 14的時候安數是37 也就是說我的這個A6是17 A14是37 那他就在問說有沒有可能 安數剛好是木棉的三倍 也就是說有沒有可能出現AN剛好是3N 有沒有可能 好那去算算看就知道了 A6是17 A14是37 所以其實差 8個N差20 所以其實差 兩個N差5 差一個N差2.5 所以我們寫寫成2D是5 所以差8個D 應該這麼說 差8個D是差20 所以差兩個D是差5 差兩個D是差5的話呢 那首相會是多少 不知道我們用A6來當標準 我們會用A6來當標準 那為什麼我不去算首相 為什麼我不算出D是2.5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要的是剛好 剛好有一起中到 所以我不要差0.5個 0.5個本身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取整數來算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 A6是2D是5的話 AN會是A6加上N-6個D 對不對 那如果說這個會等於3N的話 A6是17嘛 N-6乘以這個2分之D 還是要算D 好吧 2分之5等於3N 但是我們這個2分之5先不去動它 我們先來移向它 應該說我們等號兩邊同乘2好了 等號兩邊同乘2 於是得到 34加上N-6乘5等於6N 好沉進來 那於是 這個 4等於N 解出來4等於N 大家要注意喔 因為我們2N才有5嘛 應該說2D才是5嘛 所以說如果你的N到時候不是偶數的話 你找不到整數的答案 那N等於4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 A4 A4它其實比 A4它其實比17還要少 1兩個D 所以比17還要少5是12 那這個時候 AN數的編號就會剛好是木棉的3倍 也就是說其實還比 它一開始數的第6顆還要更前面 對不對 那在這裡延伸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醒到了說 我最後算出來這個A4嘛 它比一開始的第6顆還要更前面 那有沒有可能 安數的編號正好是木棉的3倍 那有沒有可能會發生在 就是第6顆或第14顆的後面呢 有沒有可能發生在他們的後面呢 你這題來說不可能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大家可以想一想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挺不錯的 讓學生思考思考 我們下個禮拜再來解答它 那這個是我們這一次的作業 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你看一下 看一看 谢谢大家